瑞穗香文旦又是全国文明 而这个星期开始 农民也陆续的展开采收了作业 凤林警分局历年都规划 护佑专案房墙房窃 也四季同步的启动 警方表示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将分两阶段来进行 主动的出击 维护农产治安和交通 让农民有个安心放心的丰收年 瑞穗文旦又进入采收期 白天文旦又园里都可见 工人们正忙着徒手采收文旦又 又浓欢喜丰收 而时间进入夜晚 三要警示灯的警车 则穿梭在K案宁静的文旦又园专区内 进行巡逻护佑 从白鹿节气前十天 瑞穗文旦又浓也陆续展开采收工作 凤林警分局历年规划的护佑专案 房墙房窃也跟着同步启动 不过有别于以往的是 今年规划分成了两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时程是从8月15到8月31号指 而第二阶段只是从9月1号起到采收结束为止 而第二阶段只是从9月1号起到采收期结束 加强该区域周边道路防窃行逻警务 盘查可疑人车 以防治文旦又缺案发生 另外侦察队主要在护士加强 两区域警力不足的空隙时段 在搭配不定时的路检及扩大连检 全力防治幼龙辛苦成果召窃 凤林警分局分局长林昆达表示 忽悠专案是分局每年重要的勤务之一 温旦产季期间编排重点时段加强旋逻 防止幼龙心血在最后关头遭窃 也呼吁民众共同来参与房窃工作 全民一起来防止窃盗 共同维护地方治安 记者是玉兰凤林瑞瑞采访报道